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法务部今天公布受检察官高度关注的一二省检察官轮调新制,并表示未落实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决议因新颁定的一二省检察官轮调实施要点规定未来二省寒高分检,检察官任期以三年为限,三年届满去认调一省,轮调新制不限申请轮调二省的次数,其许能提升检察体系效能。 法务部指出,为落实精致侦察政策,提升检察官本职学能,强化办案经验传承,有必要增加不同省级检察业务的历练,因此值班这项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检察官轮调实施要点,共有八点,以于4月3日寒班给各检察机关,将适用于今年107年度的检察机关人士作业。 轮调实施要点规定,从107年度起,申请轮调二省的检察官,因填据建满后调任一省的同一书。 二省检察官任职三年后,因立即调任地检署检察官,但可继续申请轮调二省。 要点特别指出,二省任满三年的检察官可优先选择回任一省的服务机关,而表现优异者有可能优先临选派任检察长或转任法务部所属的司法行政人员借调至其他机关办事。 关于一省检察机关多次关注周二省检察官,即限职二省检察官是否应参加轮调的问题。 法务部在要点中为强迫限职二省检察官回归一省。 一省检察官是否有不同意见,有待观察。 但要点以鼓励方式指出,限职二省检察官若自愿调任一省仍想有有限选择回任单位的权利,表现优异者同样有临选检察长的优先机会,即转任司法行政人员或借调其他机关办事。